好,大家看一下,刚才呢,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前片给大家勾好了,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前片勾好以后呢,我们就要勾另外一个前片了,我们这个前片是看着正面勾的,所以呢,我们这个前片呢,也要看着正面来勾,之前给大家说过的,我们后片呢,也要看着正面来勾,那么怎么判断就是,是前片还是后片,大家看一下, 每当我们这个,呃,起针的这个小线尾,在左手边的时候呢,这一面就是正面,然后呢,呃,相反的,那边就是反面,我们从这儿起针勾另外一个前片,这儿呢,是我们之前分好的八个花形,另外一个前片,我们之前线呢,也已经剪断了,我们需要把线令给它代入一下,我们直接呢,在这里绑一个线结,这样的话呢,比较结实,不容易拉断, 然后呢,呃,我们是上一个完整的花形已经勾好了,呃,然后接下来是勾两行的鱼网针,我们先给它,呃,第一行给它勾上八个鱼网针,还是先勾五个辫子针以后呢,在两个花形中间连接,勾法呢,还是一样的,呃,从,也,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呢,我们就需要慢慢的剪一叶窝这个地方了, 之前也给大家说过,我们,呃,勾针这个地方呢,它就是说比较灵活的,你像我们刚才,那,呃,另外一个前片在剪叶窝的时候呢,可能是一种剪法,那么在一会儿呢,我们在,呃,这个前片在剪叶窝的时候呢,可能就是说勾法呢,又会有一些不一样,所以呢,就是说,只要我们,呃,灵活的掌握一下这个方法,呃,能够把它勾出来,呃, 给它连接下去,每一关,大方就可以了,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规定,说这里就一定勾什么针,只要我们能很好的把它承接下去就行, 好,我们第一行也是先勾八针的鱼网针,我们要和,我们要和那个另外一个前片那边对应着来,我们那一边也是先勾好了八针的鱼网针,所以呢,我们这一个,呃,在开始勾的时候呢,我们也要先勾好八,呃,八针的鱼网针,连接一下最后,最后一个鱼网针给它勾好, 大家看一下,就是勾好八个的鱼网针,好,接下来我们再勾第二行,第二行的鱼网针的时候,我们就需要给它剪针了,每次剪针都是在靠近椰窝的那个地方,大家注意,我们先给它勾好五针的变色针,大家注意我们这一片,这一个前片,呃,第二行的鱼网针呢,我们就给它是变成了七个,所以呢,我们这一片也要给它变成七个,剪掉一个,就是我们从靠近 夜窝的这个地方,我们要想一个办法,就是说,呃,给它变成七个鱼网针,大家看一下这个勾法,非常灵活的,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地方的,呃,鱼网针呢,给它勾好,一定要灵活掌握,因为呢,呃,它这个情况,每次和每一次遇到的情况不一样,所以呢,就是说我们,呃,需要格外的,就是说, 呃,灵活来掌握,来勾这个小衣服,先把前面这个,呃,鱼网针呢,给它勾过去,四,五针的鱼网针,然后呢,连接一下,又是五针的,这个鱼网针,呃,这个五针的辫子针,然后呢,给它连接一下,又是五针的辫子针,呃,这个五针的辫子针,然后呢,给它连接一下,又是五针的辫子针, 再给它连接一下,好,我们来数一下,这是一个小的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好,我们勾到现在呢,已经勾好七个鱼网针了,那么剩下的这一个怎么办呢,我们需要就是说,想一个方法呢,呃,这里呢,也不能直接给它跳过去, 我们需要给它连接一下,我们就直接呢,在第八个鱼网针上面,呃,给它用一针短针呢,给它连接一下就可以了,大家看一下,就说,呃,这个方法呢,和我们之前的那个方法又不一样了, 勾针短针的连接一下,这样的话呢,就是我们第二行呢,也就变成了,呃,七个鱼网针就行了,七个鱼网针,好,接下来我们该勾这个花行了,大家看一下, 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,就是说,用一针短针呢,给它连接了一下,和我们另外一个前片的这个勾法呢,不太一样, 就是从第八个鱼网针上面穿过去,直接把线带过来,然后呢,用一针短针,给它连接一下,就可以了,这个地方就等于,就是说,我们就可以剪掉一个了, 然后变成了七个,第二行就变成了七个,接下来我们开始勾四针长针的花形,大家看一下,我们这个前片,呃,第三行在勾的时候就剩下了六个花形, 加一个这个边上有一个长针,就是这样的一个,呃,六个花形,加一个长针,我们这一侧呢,和另外一侧要保持对应, 那么我们就在最开始的这个地方,呃,最开始的这个地方呢,也给它勾上一针的长针, 我们先勾好四针的变子针, 然后呢,从第一个鱼网针里面,给它勾上一针的长针, 好了,然后后边的地方呢,就还是给它勾上,呃,六个完整的, 四针的长针的花形就行了, 我们就这样勾下去,所有两侧要尽可能的保持一致, 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这个地方,它也是一个小的, 那个鱼网针,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,就是和前面一样, 给它勾上两针的长针就行了, 那么我们左右两侧尽可能的保持一致, 如果实在保持一致,呃,保持不了的话呢, 我们再做相应的一些变化,呃,这都没有关系的, 就是说只要我们大体上保持一致就可以了, 大家看一下我们勾好两个完整的花形了, 接下来开始勾第三个, 好,一针的辫子针,开始勾第四个, 好,然后又是一针辫子针,开始勾第五个, 我们另外一个前片,它也就是说, 在第三行的时候勾着花形的时候呢, 它那个变成了六个,呃,花形, 所以呢,我们也在这个地方,它也要变成六个花形, 那么在最后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, 我们就给它勾上两针的长针, 作为一个完整的花形就行了,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话呢, 我们左右两侧就保持对称了, 这边是六个花形, 然后边上呢,是一个这样的长针, 一针长针, 这个是这样连接起来的, 然后我们这一侧,大家看一下,也数一下, 这一侧也是六个花形, 然后加上一个长针,边上一个长针, 然后呢,呃,我们同样的, 我们这个,呃,这一侧就是说是, 这儿呢,是,呃,用一种方法给它变成了, 从第一行的八个花形变成了,呃, 第一行的八个鱼网针呢, 给它减成了七个鱼网针, 然后呢,我们这一侧, 它也是,就是说,呃, 由第一行的八个鱼网针减成了,呃, 七个鱼网针, 然后呢,第七个第八个呢, 我们用一针短针呢, 给它连接了一下, 就是我们左右两个前片的这个地方连接的方法呢, 呃,不是一样的, 好,接下来我们开始接着往下钩, 那么,呃, 再一次提醒姐妹们, 就是说我们在连接这个检验窝这个地方的时候呢, 它就是说非常灵活的, 不是特别死的一个规定, 不适合磅针织的那种感觉, 呃,所以呢, 刚一接触的姐妹呢, 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,呃, 不太适应,呃, 只要我们灵活掌握就可以了, 然后呢, 我们开始勾鱼网针, 在两个花形中间连接, 五针的这个辫子针连接, 又是五针的辫子针, 然后呢, 还是给它连接一下, 五针的辫子针连接一下, 好, 就是用这个方法呢, 勾这个鱼网针, 一, 二, 三, 四, 五, 我们勾好六个,呃, 以往针就可以了, 我们可以在就是花形和长针中间连接,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连接, 就是都是可以的, 我们先勾好五针的辫子针,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侧, 呃, 我记得好像是在这个长针, 一个长针和这个四个花形, 这个四针长针的花形中间连接的这一个地方,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, 呃, 因为呢, 我们就是说我们这儿呢, 呃, 有一个花形, 然后呢, 我们可以在边上这个地方, 在这儿给它连接一下, 然后呢, 用一针短针给它连接一下就行了, 这样的话呢, 我们就是,呃, 变成了,呃, 六个完整的花形了, 以后呢, 接下来我们再勾的时候呢, 一窝这个地方就剪完了, 就说不需要再剪针了, 只是勾这个, 六个完整的花形就行了, 勾好两个, 呃, 然后呢, 我们就说一窝这个地方不用再剪了, 接下来, 就是我们需要,呃, 先把两个完整的花形给它勾好, 然后呢, 再勾第三个花形的时候呢, 勾好, 勾上一行的,呃, 鱼网针, 然后在第一二行的鱼网针的时候呢, 我们再开始教大家, 剪那前领的那个地方, 三行呢, 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花形, 我们先把这一行鱼网针给它勾好, 好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这一个,呃, 前片呢, 我们叶窝这个地方呢, 也就给大家剪好了, 就是由八个花形变成六个花形,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一边呢, 它也就是说, 最后呢, 叶窝剪好以后, 剩下六个花形就可以了, 然后呢, 一二三四五六, 然后上面它也是剩下了六个花形就行了, 然后呢, 我们,呃,呃, 这一侧呢, 勾好两行一网针了, 然后我们需要就是在接着呢, 再需要剪这个前领的地方, 那么我们需要再给它勾上,呃, 一个花形以后, 就这, 这上面这个花形勾好以后呢, 然后再勾上一行的鱼网针, 然后在第二行鱼网针的时候呢, 我再教大家剪那个,呃, 前领的那个地方就可以了, 我们这一行一行, 它都是对应好的, 大家看一下, 就是左右两侧呢, 左右两个前片, 我们给对应好就行了, 勾到相同的,呃, 长度的时候呢,呃, 呃,我们这是勾, 勾上了两行的鱼网针, 然后接下来再勾上一行的花形, 再勾上一行鱼网针, 我们就可以接着来剪这前领了, 大家跟着我呢, 来勾一下,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花形这个地方呢, 它就勾三针的长针就行了, 之前给大家说过的,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四针辫子针呢, 它也是作为一针长针存在的, 我们先把这六, 这六个花形给它勾好, 那么我们这一行的花形勾好以后呢, 呃, 就是说我们勾到这儿, 就是说也是给它勾上两针就行, 我们这一行的花形勾好之后呢, 呃, 我们这个, 这个前片, 它也就是说, 呃, 从简易锅开始呢, 勾好了, 呃, 两个完整的花形了, 就是说三行三行勾好了, 勾了六行了, 接下来我们再勾上一行的鱼网针, 我们就可以在第二行鱼网针的时候呢, 在第三个花形的第二行的鱼网针的时候呢, 开始剪着前领, 大家跟着我呢, 先把这一行的这个呃, 花形给它勾好, 最后的这个鱼网针这儿呢, 同样的给它勾上两针长针就行了, 好, 那么我们这六个呃, 花形勾好了, 接下来, 呃, 我们大家看一下, 这儿呢, 我们再勾上一行的呃, 鱼网针, 就是勾六个鱼网针, 大家跟着我呢, 先把这六个鱼网针再给它勾过来, 这是我们第三个完整花形的呃, 第一行的鱼网针, 我们把这一行勾好以后呢, 在第二行的时候呢, 我们就需要剪前领了, 大家跟着我呢, 先把这个这一行的鱼网针给它勾好, 五针的辫子针, 然后呢, 连接一下, 又是五针的鱼网针, 那五针的辫子针, 然后呢, 我们从最后这个地方, 给它连接一下, 好了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这个地方, 就是勾好, 这第一行的鱼网针勾好以后, 这六个鱼网针勾好以后呢, 我们下一步呢, 就变成了五个的, 呃, 鱼网针就需要剪, 就开始剪了, 所以呢, 就是说, 呃, 我们就可以呢, 把线直接呢, 给它剪断, 给它剪断, 然后呢, 一会儿我们再连接一下, 我们再勾过一针辫子针, 直接把线, 先给它剪断, 剪断以后呢, 一会儿呢, 我们再连接的时候呢, 我们就, 呃, 因为我们这一面是正面勾过来, 一会儿我们再勾的时候呢, 要给它对应的反面来勾, 我们这一侧, 呃, 甩开了一个, 我们就是, 再勾的时候呢, 我们把, 呃, 第一行的这个, 第一个鱼网针给它甩开了, 呃, 变成了五个的这个鱼网针, 那么我们这一侧也是一样的, 我们就说也要给它变成五个, 那么我们再变成五个的时候呢, 我们需要从第一个这儿穿针呢, 给它先在这儿连接一下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不能直接把第一个甩过去, 那样的话, 就会变成四个的,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鱼网针这里, 先给它借用一下, 先把线在这里绑一下, 好, 就是说, 呃, 我们慢慢的把这一个给它剪, 剪过去, 就是勾针这里呢, 随时的充满变动的, 接下来大家注意了,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, 给它勾上三针的变子针, 勾好以后, 我们从前面这个地方给它连接一下, 给它勾出了一个小的一个鱼网针, 给它勾出了一个小的, 为的是呢, 一方面就是说, 呃, 剪针, 就让它在这里有一个弧度, 一方面作为一个小的鱼网针, 一个存在就可以了, 接下来呢, 我们再把前面这个大的鱼网针呢, 给它勾好, 大家看一下,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, 它也就是说最后有一个小的鱼网针, 加在一起呢, 是五个, 我们来勾一下, 这个地方它也是作为一个小的鱼网针, 一个存在, 呃, 另一方面它就是说, 也是起到一个慢慢的减针的一个过, 呃, 这个过程, 我们接着往前勾, 这个大的鱼网针, 好, 五针的辫子针, 连接一下, 然后又是五针的辫子针, 再连接一下, 然后再五针的辫子针, 再给它连接一下, 好, 这样的话呢, 就是说我们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这个地方, 它就是说, 大小加在一起呢, 它也是就是五个鱼网针, 而且这个地方就是说, 呃, 慢慢的, 给它这样慢慢的倾斜上去了, 慢慢的形成这个前领的这个弧度了, 好, 接下来我们再勾的时候呢, 我们就只勾这四个大的鱼网针就可以了, 就是我们勾称, 勾出四个花来就可以了, 然后呢, 我们来勾一下, 要随时的, 呃, 我我一直在强调, 就是说要, 一定要随机应变, 因为这个地方, 它没有特别死的规定的, 只要我们能把它很好的顺程下去, 不影响美观就可以, 无论就是你用什么针法都行, 我们先把前面的花形给它勾好, 那么我们前领这个地方, 剪到剩下四个花形就可以了, 我们另外一个前片是剪到剩下四个花形, 呃, 作为这个肩膀这个宽度就可以了, 也就是说我们肩膀宽度剩下了四个花形, 所有两个前片都是一样的, 一直勾到最后, 大家看一下, 呃, 勾好以后呢, 我们勾好了四个花形了, 那么我们, 呃, 如果直接跳过去的话, 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好看, 所以呢, 我们需要再给它连接一下, 我们勾好一针辫子针, 我们从这个, 呃, 小的, 这个, 呃, 三针的这个地方, 三针的余网针这里呢, 给它勾上一针长针, 给它连接一下, 好, 这个地方我们就过渡过去了, 我们这个就圆了, 这个前领这个地方, 好, 接下来我们再勾的时候呢, 我们就把这一针长针给它省略掉, 就直接勾在四针完整的, 这个, 呃, 花形这个地方就可以了, 好, 接下来我们, 又开始勾这个鱼网针, 五针的辫子针, 然后回过来, 直接在两个花形中间的这个地方连接, 这样的话, 剪到这里的话呢, 我们这个, 呃, 前领这个地方就剪完了, 由六个, 呃, 这个花形, 变成了四个花形就行了, 以后呢, 我们就前领的地方就不需要再剪了, 就一直呢, 这样按照这个, 呃, 两行一网针, 一个花形, 呃, 一行花形的这样一个勾法, 一直向上勾就可以了, 大家看一下, 以后呢, 我们再勾, 就是说直接勾这四个鱼网针, 这四个花形就可以了, 一直呢, 就是说, 呃, 和这边保持一致, 就是剪完这个前领以后呢, 剩下一, 二, 三, 三个完整的花形就可以了, 勾好三个完整的花形以后呢, 我们就可以就是锁针, 把线剪断了, 好, 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, 这样来勾一下吧, 下面的三个完整的花形给它勾好, 所有两侧的前片保持相同的, 这个长度就可以了, 因为我们左右两侧, 它这花形很好对应的, 大家把它对应一下, 再勾上三个完整的花形就可以了, 好, 接下来姐妹们跟着我呢, 把这个, 这个前片剩下的部分呢, 给它勾好, 好, 大家看一下, 呃, 我们这一个前片也给它勾好了, 有一些, 有一些小线尾, 大家看一下, 呃, 我们这一个前领就剪好了, 然后这边的前领也给它剪好了, 都呈现这样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弧度, 好, 剪好, 那就是说我们这两个前片给它, 呃, 都给它织好以后, 那么大家看一下, 就是说我们从, 呃, 分好叶窝这个地方, 就是说分好, 分好针以后开始剪叶窝这个地方, 我们总共就是说给它织好了, 就是说, 呃, 大家数一下,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数起, 123456, 总共织好了6个完整的这样的花形,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织这后片的时候呢, 同样的我们也要给它织出6个完整的花形来才可以, 那么我们织后片的时候呢, 我们也要剪叶窝, 呃, 那一边织呢, 一边勾呢, 一边剪叶窝, 而且呢, 还需要剪那后领的这个地方, 剪后领的这个地方在, 一般就是说在这个, 呃, 第五个花形勾好以后呢, 呃, 上面这个部分呢, 来给它剪这个后领的这个地方, 具体的时候呢, 我再叫姐妹们来勾就行了, 然后呢,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一下后片这个地方, 后片, 好, 那么我们, 呃, 两个前片就算勾好了,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后片了, 我们后片来都知道呢, 我们是呃, 留好了16个花, 因为之前我们分针的时候已经分好了, 就是后片16个花, 那么两个记号是扣之间的, 就是16个花形, 然后呢, 呃, 我们后片我们再勾的时候呢, 我们要开始剪针的, 剪着叶窝这个地方, 那么我们也要对应着这个, 呃, 在在这个片的, 我们勾好这个片的前正面, 来开始起针, 我们从这开始起针, 正好就是正面, 我们把这个线呢, 重新带入, 在这里绑一个线结, 绑一个线结, 这样呢, 不容易断, 然后呢, 我们这一行呢, 就开始勾这个, 该勾这个鱼网针了, 我们第一行呢, 先不变的, 就是说, 先给它勾上16个鱼网针, 就可以了, 因为我们16个花形的, 所以呢, 我们给它勾上16个鱼网针, 第二行的时候呢, 我们就开始剪针, 呃, 剪这个叶窝这个地方了, 那么我们这个后片呢, 它其实很简单的, 它只需要把左右两个叶窝, 因为我们这个后片, 它连接着两个叶窝呢, 所以呢, 我们要同时的剪这个左右两侧, 前后都需要剪这叶窝, 呃, 剪, 把这个叶窝剪好之后呢, 我们后片是不需要剪前领的, 就只要把这叶窝剪好以后呢, 我们就可以就是不用再管了, 就直接呃, 勾剩下的花形, 一直勾到呃, 剪后领那个地方就可以了, 大家跟着我呢, 先把这个第一行的16个这个呃, 鱼网针给它勾好, 那么呃, 那么我们这个后片, 呃, 根据什么程度来剪这个叶窝这个地方, 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前片, 呃, 在剪叶窝这个地方以后, 呃, 那个地方的时候呢, 每次这叶窝这个地方剪完, 它都是说剩下了六个花形, 所以呢, 我们这个后片, 它就是说总共剪完叶窝这个地方以后呢, 总共剩下12个花形就可以了, 因为我们后片, 它和呃, 那个两个前片呃, 加在一起是一样的宽度, 所以呢, 是一个前片剩下六个, 呃, 两个前片就是剩下12个, 也就是我们后片, 也就是对应的剩下12个花形, 就可以就不用再剪了, 也就是我们意味着我们这个后片要剪掉四个花形, 我们第一行给它勾好了, 16个鱼网针, 大家看一下, 好, 接下来呢, 我们第二行的鱼网针呢, 我们就需要剪针了, 那么我们开始怎样剪呢, 大家看一下, 我们就给它勾上, 我们下椅子, 节目的鱼网针, 我们下椅子数字, 我们下椅子数字, 我们下椅子 spoon剪, 我们下椅子上椅子, 整个鱼网针, 因为我们下椅子的鱼网针付点, 所以我们下椅子是最好的鱼网针,